我们在四季末出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九世弹的声音就在这里 耶 取到了 早午晚安 为身处任意识断尼带来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到四季末九 我是一学 我是Ben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是来自Toshi的投稿 非常谢谢Toshi的投稿 嗯 久违的Toshi的投稿 对 谢谢Toshi 而且Toshi还有蛮多个投稿的 我们接下来会有 一系列的Toshi投稿系列 谢谢Toshi 感谢Toshi的主题赞助 对 然後Toshi的投稿呢 是关于 就是最近算是 有点闹的 闹得有点大 的一个叫做 Sexy田中小姐事件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是 有一位漫画家 她叫如原菲明子 如原菲明子老师她的作品 Sexy田中小姐 就是去年10月 2023年10月的时候 改编成电视剧 不过改编的内容 其实被 不少读者认为说 没有忠于远作 然后在去年12月 播出大结局之后 就因为剧情的关系 因为剧情的关系 然后受到了很多观众的批评 然后引来了 就是算是蛮多的负评之后呢 就是电视剧的编剧 叫向哲尤子小姐 她呢就是在 IG马上就发文澄清 说 她只负责了第一 画到第八画的剧本 最后的第九第十画 是原作者的 就是刚刚讲的 如原老师自己写的哦 跟我没有关系哦 嗯 对 后来到今年1月多的时候 1月26号的时候 如原老师呢 就原作者老师 她就在推特上说明 为什么她要自己写剧本 因为 这部作品就是Sexy田中小姐 这部作品她 原作还没有完结 然后老师就担心 日剧的原创剧情 的原创剧情 会和原作有所出入 所以在跟电视台商谈 要改编相关 就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跟剧组说了 两大要求 就是一个是 剧情一定要终于漫画 不然就是老师本人自己 是会来参与剧情的修改 然后第二个就是 就是为了避免 就是原作本身还没有完结嘛 为了避免原作受到日剧的影响 老师会提供剧情大纲跟台词 然后原则上是不可以更动 就是你要造的这个 就是他要求电视台要造的这个东西去走 就是拍日剧的时候 但是虽然剧组当时有答应了老师的要求 可是在改编过程其实完全没有遵守 就是不管是老师自己还是可能粉丝看到都觉得说 就是很多原本很重要的设定 或是角色特质都被舍弃掉 然后老师他有透过小学馆就是编辑部向剧组反映 但是其实反映了很多次也都没有改善 中间也延荡了很多 然后老师自己也有就是漫画的原稿 要画什么什么的 然后到日剧最后快要到结局的时候 老师就有再次强调说 剧本他希望就是可以依照 他自己提供的大纲跟台词去写 但还是一样就是编辑 日剧那边还是就是 跟你说好 但是给你的东西都是完全是另一回事 所以到最后变成是说 他就只能 他就说那他要自己写第九话第十话 然后对 但就可能因为毕竟隔行如隔山啦 就是你真的 你虽然是很会画漫画 但是不见得能有办法好好的写出 就是电视剧的剧本 所以他结果就也不是太好 尤其是老师当时同时也有他的漫画要干 什么什么的 就变成是说最后 然后这部作品基本上是大部分是副品比较多 嗯 所以老师就在推特上就是讲了一下就是 关于这些整件事情的样子 然后当这个推特发出来之后就是 马上就引发了很大量的讨论 然后就可能开始就是 开始有人纷纷批评剧组啊 编剧啊 然后电视台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也马上就有新闻啊 什么等等 就其实算是造成了蛮大的趋势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 就是这件事情刚发生 就在推特上就有看到有人在讨论 然后就有去看 人家就 原来发生了这种事情 虽然我没有看这部 这部那个原作 但就是哦 原来有这件事情 那我就想说哦 那我之后有时间要来看 但是过两天之后 就是28号 1月28号的时候 陆远老师就删掉了那个推特 跟发了另外一推说 就是很抱歉 他其实本意不是想要攻击或是什么的 然后他就失联了 之后很遗憾 就是隔天就被发现 老师他就是亲身就是 亲身身亡了这样子 就这个事件是这样 嗯 然后在台湾这边就是 这件事情算是 知名度变得比较大之后 应该是在就是 原作漫画原作的作者过去之后 感觉 比较多人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 然后我也看到蛮多就是 中间有一些很尴尬的点 像是前面有提到说 呃 漫画原作者跟电视剧之间似乎有沟通不良 或者是似乎就是电视剧那边 好像都没有怎么理原作者的要求之类的 嗯 但有一部分的读者就是有 质疑说 呃 漫画出版社那边的编辑 或者出版社本身是不是 其实也有问题 因为就是 就是这个漫画原作者他所说 这个作品所说的出版社 他好像其实有很多劣迹 对 就在对 就是在对待原作者方面非常的 就非常多的前科 大家可以找找看 就是 遗失原稿 之类的 对 或者是甚至有就是什么 呃 其实他答应作者要 要做什么 但其实他根本没有要做 他没有这么做 对 他就是完全不把作者当回事 那种感觉是存在的 所以 这件事情算 烧的 挺大的 对 那 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 呃 就是依照 你有没有要分享一下就是 偷袭他投稿 希望我们讨论的东西 有有有有 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下就是 偷袭投稿 就是偷袭他就说 他不是就是 就是 卢源老师的读者 但他看到这个消息 其实还真的难过 然后 但是这件事情 他衍生出来的是 让他很在意的事情 是改编作品 这件事情 原来是可以因为 媒体形势不同 而有大幅度变动的 嗯 然后投稿指的不是说 剧情缩减而已 包含就是角色设定啊 然后重要事件 也跟原作不符 等等的这些 当然 投稿的表达是说 并不是不能理解 从漫画原作改编到 可能影视相关的时候 所要面对观众群不同 然后去更改 节奏啊 时间走 曲色不分剧情等等的 但如果直接把 角色设定更动 然后将重要剧情删减 还是让人 无法狗头 嗯 对 我偷袭写的字 你不继续念吗 我要继续念 等一下 对 然后无论是制作方是否 为了目标观众的修改 无论脚本方 就剧本方是否有自己的想法 大于原作 都应该要建立在原作所想传达的核心价值来更动 不是吗 然后如果这个想法是否定的 那不就只是套皮的原创作品而已吗 然后既不尊重作者也不尊重喜爱这部作品的读者们 嗯嗯 对 然后就像近年来 就Toshi也提到说 近年来像是迪士尼的改编电影 因为政治正确 而大改剧情啊 人物动机 已经被当成笑话了 然后日本 其实也一直有一个 惨遭真人化的笑话在进行 嗯 它是指单纯一个某个作品 还是它是指 就是真人化 一直被诟病这件事 哦 这惨遭真人化已经算是一个tag 就是这个东西讲出来就是 会很多不一定是什么作品这样 嗯 对 然后但就Toshi说 只要剧情跟设定符合原作 或是改编的源头 其实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现在连 就是应该都只是连设定跟剧情都 变更的状况 他觉得应该是 他见识过少 才以为少见吧 嗯 对 然后Toshi其实后面还有提到就是 一些备注说 虽然同仁也算是在改编原作的部分 他也仔细想了想 这两者的差异 目前是没有结论 因为真的要变的话 同仁也许不应该存在吧 然后再者 一个是官方授权改编 另外是私下悄悄创作 所以好像也没有办法类比 然后他就是他额外想的部分 嗯 这样子 OK 对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主要是要来讨论 就关于Toshi的投稿内容 我们主要是要来讨论 就是Toshi提到的 关于作品改编的部分 嗯 对 然后但第一个我们要先讨论就是 对这次事件的想法 所以 班 来吧 我先分享吗 对 那我休息一下 喝个水 对 对这次事件的想法 就其实 这次事件就是 单纯的就 作品改编争议来看 就是 不管是不是这一次 就所有的 只要是改编原作 有原作存在的东西 我基本上都是 无条件占原作 嗯 就是 只要不是原作者 他突然要求加钱 加拍 或者是一些非常就是不合理 或者不在原本谈好的条约里面的东西 只要不是这样子 我就是完全是觉得 应该要站在原作这一方 就 只要是尊重原作的部分的话 我会无条件支持 那如果我今天是就是原作他自己要求改 而且改的超级烂 就他自己改的烂哦 就他自己改的跟原作不一样 那我也是支持的 就是坦白讲我觉得重点就在于就是这个作品本身的核心 其实还是来自于原作 就如果你是想要购买原作来进行改编的话 我觉得核心到底是谁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就是像我前面讲 如果你原本接触到的原作者 他本身就是有非常多的意见 或者是他的意见 就你自己 就是你要做成其他媒介 就是你可能漫画改编成电视剧 改编成电影 你是做电影的 你听原作者就知道 他那个真的没有可行性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在签约 就是前期讨论的时候 应该就要发现 然后要及时止损 就是如果真的不行合作 那就不要合作 对 就不需要就是硬签下来 然后结果后续出现更多的争议啊 或者是更多的问题 所以坦白讲就是在尊重原作 而且尊重合约 这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次事件一大原因也是 感觉明明都签好约了 可是似乎 不知道是沟通上的问题 还是真的有其中一方就是 完全没有在care 条约这件事情 就他觉得 反正你也不懂法律之类 也有可能 不知道是哪一点 所以在尊重原作尊重 条约 就是我们签的合约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ok了 对 那你自己的看法呢 其实我也是基本上也是就是觉得说 就是主要还是原作就是那个核心 嗯 对啊就是因为像目前其实 已知之讯就知道作者很爱护他的作品 然后也想要带给大家好的成品 所以我基本上真的是完全一 就是应该说就是 他自己写的最后两话 可能即使结果不尽理想 但是他为了他的作品去努力了 然后去做了点 然后尽量让他维持在 可能他原本作品的那个主轴上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即使可能成品不是很好 但我是非常支持他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 然后而且说真的 在还没有完结的时候 要改编本来就很难 嗯 对 但就是很难 就 你如果要 OOC到就是做了都不能接受 那你为什么要做 就有点 对 题外话就是看到说 还没有完结就要改编很难 这件事情 就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成功的案例 就是我突然想到 像《钢之链金术士》 他当时第一季出来的动画 他就是有一个原创动画的结局 然后他那个结局本身我觉得很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就我不清楚作者就是有没有沟通 或是有没有其他的争议 这我是不清楚 但是在原作的结局跟动画的结局 两边我都有看过的情况下 其实我都很喜欢 就是一个作者原作者的结局是非常完满的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然后很好的结局 然后动画版的结局是一个比较成人像的 甚至是带一点悬疑的 就是感觉有非常多的发展空间 是比较开放式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两个的处理手法不一样 甚至我可以说 因为这个结局带出来的作品风格 甚至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处理的非常好 所以其实也不是没有成功案例你知道吗 至少以读者来看 对非常尴尬 对非常尴尬 就你刚刚讲的我突然 你先继续讲 好 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 如果我今天是作者非常的不满意 就是非常不满意他的改编 可能我今天已经看到了总共十集 那假设他是边拍边播的情况下 已经播到第六集之后 就是他感觉就是已经过半 然后就是没有照我的要求做 但是如果合约本身是有 就是当时签约的时候是有写好说 原作者不可以过度干涉别人去 就是原作者不可以就是介入这一切 那反而我还可以接受 就是如果是签约就说好 事前全部都讲完 反正你就是作品交给我们 然后你不要干涉 那我那我只会觉得 作者运气真的不好 遇人不熟 但是我不会觉得有很大的问题 我只觉得说 那在合法合约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作者可以在自己的 就是社群媒体上面抱怨啊 或者是直接说就是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偏向喜欢原作的 就是读者们 我可能不那么推荐去看 我觉得他甚至可以直接这样讲 都没有问题 但今天问题最大的就是 合约说他可以改 或是合约说应该要 对也就是说好了 合约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原作 可能有的原作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被改变 但这个作者他就说他很在意的齁 到底有什么问题 真的 对我觉得是最大最大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那易雪刚刚是要补充什么 我刚刚想到就是那个 因为就是作品就是会有演员嘛 什么然后就会有一些演员 因为其实主要大部分这种 如果要事前要宣传 都是演员的访谈比较多 就演员可能讲说 我看了原作 然后什么什么 或是我做了什么准备 等等等之类的这种东西 然后那时候就有看到就是有一个是 大概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就有 就有一个 哦 不是因为说那个访谈出来的时候 就是女主角就在说 因为这部作品的女主角 她是会跳就是肚皮舞相关的 她是下班后会跳肚皮舞的 算是舞者 对 然后就是她 她说她五月就开始练习跳肚皮舞 但是原作者说她是六月才答应说 就是要让这部作品变成真人话 就是变成剧 然后我就有一种觉得说 所以现在是怎样 就是不管是哪一方 就是作者以外的其他方式就是 管你怎样我就是要做吗 就是我有点不太能接受这件事情 对观感是有点差 但是我又可以理解的是就是因为电视剧它的 就是所需的时程的确非常紧凑啦 所以如果她已经谈 原本就已经同时在进行 她可能同时就必须要谈好电视播放的时间等等的 她的确就是演员需要提前准备 像是有一些可能还有提态要求的 她可能需要提前一年两年准备之类的 但就可能就是看到那个时间点 尤其是老师又这么爱护 然后还有整个走下来之后 就觉得看到这个会觉得有点 对会觉得就是观感上实在是口粉这样 对可以理解 真的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 就是大概是我们两个对这件事情的想法看法 然后再来第二点我们要讨论就是 在了解这件事情的前提之下 如果我们两个人今天是原作者的话 遇到这件事情会想要怎么做 那 嗯 我先吗 都可以啊 那我就先 就基本上我会 是合约决定要怎么做 就像刚刚就像前面刚刚有般讲到 就是我有没有权利去就是干涉 如果没有就就就算了 不是算了 就是就算了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直接说 喔我好烂喔我不要看 嗯 之类的 但是如果就是有 或是甚至有可能就是说 那如果拍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不行 那我是不是可以喊 我有没有喊停的权利 或是我可以做什么样的求证 就基本上以合约为主 然后同时就是要找律师啊 然后过程的一切都要 就是最好都是要 有书面资料的联络 不要就是喔我们开会 然后讲一讲话 然后没有留下资料 嗯 对这种 我就觉得有书面资料 就是总是比较站着住脚 就对比较可怕 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可怕 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很烂的话 我就基本上就会看到刚刚讲 就只能发个推或是发个什么 就是说喔太烂的我不要看 大家嗯对 或是直接就跟大家说 请大家把角色们 当成是别的次元的 这一切都是多元宇宙之类 就对 嗯 OK可以理解 嗯那般 的话 我的话 坦白讲就是非常现实的 先看他钱给的够不够的 就是你知道 就是人出卖灵魂 都是有价位的 这是个事实喔 OK 太合理了 对 如果你给的够多 把孩子卖了也 就是 可以 就是某种程度是 对 就是虽然我很心痛 但是 他真的给太多了 这样子 就 坦白讲是 是优先考量 对我个人来讲 嗯 所以如果假设他今天钱给的 真的多到 让我觉得 好 这部作品 在这一个支线 就是他可能分支有 电视剧啊 广播剧啊 什么的 那在这个支线 他就死在这里 他就是上岸 就死在岸上 那我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再起航了 对 对对对 就是 抱歉了孩子 他给太多了 对 所以 钱给的够多的情况下 就是我一样会 印象合理提供自己的不满 但他如果 坚决不理会的话 我会让合作 就是安全的跑完 嗯 然后同时 其实我还是会搜整啊 就 因为其实坦白讲 虽然他就死在那里了 但是 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原作 嗯 同步上 就是别人会觉得 那是不是原作他 故事线也就是 智力破碎啊 之类的 对 所以在保持着就是 虽然他的某一个分灵体 已经死亡了 但为了维持本体的就是 完整性 希望受伤的部分 还可以有点补偿的情况下 所以 应该还是会找律师 嗯 然后同步看 就是在这个合约情况下 是不是还有办法取一点补偿 之类的 或至少就是 电视剧方面的剧组要有公开说明 就是你干脆就把我跟他原作切割吧 拜托 就既然死了一部分 就把坏死的地方切掉吧 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这部分是会同步进行 嗯 然后我是不会隐忍啦 就我还是会在社群媒体上 委婉的表达不满 好 委婉的部分是因为他钱给的够多 所以这个公关还是要做的 你知道吗 就只要说就是 啊很可惜 就是就是会你知道 you know 就用那种就是 有点惋惜的语气 表示说嗯 就是虽然很高兴谈这个合作 但跟结果不惊人生 之类的 彼此的认知有点差异 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吧 所以嗯 跟想象中有点不一样 或许下一次会更好 那大家都辛苦了之类的 那种就非常做做的话 嗯 但是委婉的表达不满 对 这是钱给过多的情况下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 那如果钱不给不够多怎么办 对 钱给也不够多喔 钱给也不够多的话呢 坦白讲就是认真要考虑说就是把钱拖回去 就直接喊停 啊 就是我得说就是前面不是讲了 就是你钱给够多的情况下 灵魂是可以卖的吗 那如果你给了不够多的话 我的灵魂真的没有那么减卖 没有必要你知道吗 嗯 就会觉得如果今天这个电视剧出去 就是坦白讲必大于利 就你给的精神服务已经不够的情况下 真的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同一时间 除了他就是可能给你的那一笔原作费用之外 你这之间的情绪劳动也非常大 嗯 就是你同时要跟剧组 然后可能 可能还要跟就是出版社编剧 也出版社的那个编辑 编辑 然后也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编辑搞外决你很难搞之类的 然后同一时间你的粉丝你的读者们也会对你不满 就其实坦白讲在那个情况下 好像身边不会有人去支持你的 顶多就是了解你的情况的其他作者会同情你 或许你会多一点同病相连的朋友 我懂你们 对 但是多数人或是整个社会氛围 我觉得不会这么友善 会觉得你很难搞 对 就是一方面同业或是一起工作的人会觉得你很难搞 嗯 然后观看你的读者会觉得你怎么做那么烂 嗯 就是是不是你那个原作给的就不好 就是你不懂然后怎样他会变成这样之类的 所以如果就是他的精神符合已经不够的话 那真的不需要 就真的不需要 还不如不要做 所以 所以坦白讲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是最开始在签约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设一个子孙点 就认了 就就是该喊听就喊听 真的 对 对 那如果就连这个子孙点都没有的话 那真的没办法 就是 如果到时候变成你要付违约金的话 那你好像也就只能借卖他了 哦 所以坦白讲 真的是 重点还是在就是签约的那一刻 最初的签约 就签约那一刻你必须要非常清楚 你在乎什么 然后可能面临最糟的情况 是什么 都要预想好 就是要有退路 不然的话最糟的情况就是 给的钱超少 然后你被骂翻 编辑觉得你很难搞 那你下一个月的原稿就出不来 然后你的作品 最后那个电视剧 还是完全不符合你的期望 对吧 如果你一开始 好惨 对你一开始连止损都没有的话 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你就开始颓废个一年两年 然后想说 就这样吧 可能我就烂 对 可能我的原作就不配吧 之类 对 这真的会很那个欸 对 无止境的回旋 然后就 我还是转职吧 之类的 是有可能发生的 真的 所以 对 大家还是重点是签约前 真的要想好最糟的那一步 真的要保护自己 对 就算对方是个不讲理 然后甚至不注重法律的人 那至少在证据层面 你要就是好好保护自己 哪怕你麻烦的真的必须之后 要打官司 跑法院 耗费一两年的时间 甚至更久 去搞定这件事情 也至少 不会让自己这么委屈 嗯 就是认真 如果已经遇到这么糟的事情 然后最后发现啊 连法院都没办法 就是因为你证据不足 然后没有办法为自己 博到任何一点点的就是 支持或者是赔偿 我认真才真的 真的是很难过 真的好低语 对超难过 而且我是觉得 如果自己的这一个作品 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坦白讲 原作后续的创作 绝对会受到影响 真的 绝对会 对 所以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从事 就是相关创作类 真的要注意 就是 你孩子卖多少钱 你的孩子卖到什么程度啊 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对 对 怎么终止这个买卖哦 这些可能都要考虑清楚的 好 那下一个问题吗 再来是就是比较 比较偷袭想要问我们的 就是 就对于改编作品的 接受程度 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 就是 特别是改编作品的时候 会因为媒体形势 而有不同的 变动的程度 这件事情 那 嗯 我一样先来分享 就是我基本上呢 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 长相长得很不一样 嗯 对 我就是在说那个敌 什么什么 什么你 什么对 什么是你的那个 对 就是类似娜美的姐姐 什么都还给我之类的 对 之类的 嗯 OK 就是说真的啦 现在可能是因为 就是也看了很多 就是真人 真人印象化之后 的作品的可能 嗯 对就是基本上你跟我说 它叫真人化 印象化之后 基本上都会先不抱有期待 嗯 对 特别是科幻作 就是然后会有什么 会有魔法啊 会有各式各样 然后 很容易很尴尬 对 然后可能那个 整个世界就很架空 就是 异世界之类 那 真的就 嗯 就如果今天特效做得好 会觉得 哦 好棒哦 就是至少特效没有出戏 好开心哦 嗯 就觉得标准很低 可是又可以理解 有些东西真的是 特别是你要真人化的时候 要 要完成到那个层面 要需要很多的努力 嗯 成本很高等等的 对 对 就不过因为我自己有在看舞台剧 反而看舞台剧的时候 这些东西我觉得还好 就是这些东西我反而会期待说 就是要怎么表现 就是特效的部分 因为舞台跟 我觉得舞台跟那种就是 变成电视剧 电影化感觉不太一样 毕竟那是会有后置什么什么 但舞台就是现场的 一切 就你看得到的东西就是全部 然后所以其实像 网球王子啊 排球少年的舞台的 就他们不是一个打网球一个打排球吗 嗯 他们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光影或是 要码是用灯光去照 然后配合神银半就是用投影的 就我觉得各式各样都还蛮有趣 而且因为排球少年的舞台是会旋转的 然后他们就会边旋转的时候 就配合角色的 呃演员的动作 然后还有投影幕 就我觉得那个效果还蛮好 你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之类的 好多多安利 对 然后而且还有像这个火影忍者也有舞台剧 然后他的就是火影忍者 大家不是会在那边飞檐走壁吗 就是嘘嘘嘘 各种嘘嘘嘘 他有用那个弹跳床去做 就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看得出就是真的有 想要把这些东西表现在 就是可能不用借重吊钢丝什么什么 就是表现在舞台上给大家看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在舞台剧的部分 就是只要不要到OOC 到只要只剩脸是角色 然后或是根本看不出来 我就基本上 在这部分我接受都还蛮大的 我自己啊 嗯 我是想就是对舞台剧的 接纳程度比较大 会不会是因为其实 呃坦白讲 现在的乐听众 已经完全被 特效啊 就是后制能力养坏了 啊有可能 就是你对舞台剧本身的期待值 其实不会那么高 因为你会知道射线很明显 就是现实世界的 对就是你期待值不会那么高 所以蛮容易被满足的 就是超出你想象就超棒 超级棒 就是很喜欢这样 对 但如果你是电视剧 或电影的话 你会觉得 砸钱就可以做 你为什么不用心 很容易会有这种心情出现 真的 但钱真的很多 就是 可是因为毕竟舞台剧就是 当下的那个 就舞台剧没有重来的机会 可是你电视电影自己可以 NG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 一定程度的差异 嗯 我觉得还是 就是其实成本真的太高了 钱也不一样 就是 对 就是大家已经太习惯看什么 好莱坞大片啊之类的 就会觉得 啊那好像 就是平均分 几个分几个线就在那边 嗯嗯 但坦白讲就是 以这次的例子来讲好了 它是从日本的漫画 改编成日剧 嗯 那 就是单纯这样听来讲 会觉得这一个电视剧本身 它的市场 其实 还是预定在日本 嗯 就是它也 坦白说 它不是 海贼王之类就是 全球范围内很 已知的 非常有名的作品的情况下 嗯 它可以达到的受众 本来就不多 所以成本或是赞助 本来就不可能多 就会比较少 所以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觉得 对 人们还是会用一样的好莱坞等级去要求它 但就没有钱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算是可以理解就是真人版 就是真的很难让人满意这一点 但当然 我不否认的确会有很多是 选角方面或者是 改翻拍的编剧或作者导演本身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了解作品 这个情况是的确会存在 我没有否认它啦 对 其实同时也就是有点自行 因为我自己也会这么觉得 就会觉得 为什么不像呢 就是那边动画能做怎样比较好啦 但是就是 可能十分钟之后想说 嗯没钱吧 大概就是没钱吧 比如这样动画到后面 也会看得出没钱的样子 对 对 坦白讲就会觉得 没钱吧 对 就是我没有来产生的同情心与同理心 这样子 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像特效这些 可以用钱来解决 但我觉得就是角色本身 就是你不能 真的不能OOC到就是 就是已经不一样了 觉得 你是看过就是 很不像还是怎么样了吗 你说OOC到不行了吗 那是化妆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吗 就是 就是 没有就是像那个啦 我觉得像底 底什么泥的那个 在我心中就是角色已经是OOC的程度了 哦 像小美人鱼之类的 哦对那 还有一个那我 我本来是等一下下一个要讲 但我现在先讲好 就是有一部叫做 糕点诗与大小姐的也是一个日本的漫画 嗯 然后他的女主角是个就是 就漫画设定女主角是个风雨的女生 就是有点胖胖的可爱的女生这样子 然后作者也自己也说过 哦他其实一直很喜欢这种体型的女生 所以他还特别把主角画成这样 那还有特别话说 说他在画女主角的时候 脸颊一定要看起来鼓鼓的 嗯 对 但是真人版 就是这个东西也拍成真人版 然后真人版找了一个很线细的女演员来演女主角 哦 对这种我就 我就不行 哦 对对对 像这样子的例子的话我就不行 嗯 这感觉真的跟就是原作的核心 差蛮大的 对 而且是主角角色 对就是一个谁 哦 有我收了 我收这个作品原作跟悬角 的确是 谁 对的确就是有点无关的感觉 感觉很像就是 哦本子也是一个糕点诗与大小的名字一样 但其实是不同作品的之类的 对 因为坦白讲就是 如果你要说 不容易找到这个体型的演员来演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因为其实南韩 就是以前有说过韩剧 他是可以靠化妆去 就稍微真正 让演员看起来 对对对 让他看起来比较肉一点的 这是做得到的 而且 就是既然韩剧可以拍出来 那我觉得成本应该在可负担范围内 想象中这样子 嗯 对所以的确会让人失望 嗯 应该是我觉得就是 你不然就是你说 你真的找不到 比较更符合的体型 你就找稍微符合一点 就是 但是因为那女生真的 就是那个女人 真的看起来很纤细 超瘦 对就是如果你再找一个 就是可能 有一些以世人 呃 以娱乐圈标准 会觉得稍微可能有 比较丰满一点的女生 但可能不到 原作的 要求 但最起码已经会 你就觉得 哦你有努力过了 稍微 但 嗯 我单纯就是看原作跟就是 那个演员的形象的话 我我个人的失望点会在于 她像是完全不同风格的女性 嗯 就是原作看起来会是 疗愈一戏可爱的 嗯 然后电视剧的反而会觉得她 看起来像是性感性的 就是好像 没办法进行角色连结 啊 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 对 就如果她本身就是她也超瘦 但是你知道天生 有些人天生就是圆脸 她的脸型就是圆脸 那其实她也撑得起来 哦对对对 对就是脸型本身是可以的 但 对她不是 她就是真的 很瘦的 对 对 像这种真的 对可以理解 对 那般 那我分享一下就是对于 改编作品的接受程度的部分 就 其实我自己个人对于二次元改编 正人版的兴趣 坦白说都不大 因为 因为我喜欢的角色都不会被复制出来 动物 我喜欢所有的 就是 动物对 对 你知道就是 动物通常就是制作成本很高 它都会 直接被消失 像是 我一瞬间想到 其实只有花木兰的木须龙 但是花木兰 其实我也就没有去看 就对对 所以但就类似这种啦 所以一般来讲 真人版我都 不太有兴趣 好像也几乎没有怎么看过 小说有点开 但我没有看完 那是银魂 不过银魂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 口碑蛮好的吧 算蛮好的 就是它的真人版 对 就是它的制作上不错 不过它里面应该也没有定唇吧 我忘了 这个难度是不是比较高 因为我忘了 我不确定有没有定唇 如果有的话 我会再去找回来看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如果有我就回去看好不好 好 那除了银魂之外 就是我记得它评价不错 然后我记得健心 好像评价也不错 对 让人健心还是什么 对 然后我有看它的剧照 是真的就是 风格啊 什么的 嗯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就是妆法 什么的 就觉得 所以还是会有 的确会让人满满意的 就对 虽然大家可能 乐听众的口味被养大 很难满足 但还是有人可以满足 好不好 我觉得银魂是真的还不错 是因为它连就是 整个怎么讲 就是整个布景啊 然后那些每个 每个人的感觉都很像 嗯 就因为我觉得光是连那个 说真的我自己觉得 真的很赞就是 就是那个演 阿颖 演殷实的 就是男主角 跟就是演神乐的女生 他们两个都是直接 用自己的头发去染 哦是哦 对 是就是染成银色 染成橘色 我真的觉得就光这个 就比 就是普通的戴 因为有时候假髮 如果没戴好 其实看起来很明显 哦看起来很假 对 因为尤其是我觉得 神乐那个头又很微妙 因为它基本上很贴你的头皮 就是 嗯 包包头 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是直接染 我觉得很赞 就是光是这点我就觉得 呜 相对用心 会觉得感觉到用心 对对对 好那除了上面这些例子之外呢 我就谈谈就是 我个人比较常看到的改编 就是 不像是我们今天主要谈的例子 就不是改编成电视剧 嗯 比较常看的其实是小说改编成漫画 然后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南韩 甚至中国 也有很多作品都是这样 嗯 然后至少我看到的啦 其实看起来都很棒 我通常都会是 呃 通常 可能七八成都会是先看到小说 然后再看到漫画 我都是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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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只有两层是反过来 所以我可以说我几乎都是先看原作 因为原作多数都会是小说 至少我知道的是这样 那如果有不同的例子 欢迎大家跟我分享这样子 所以 在先看过原作 再看漫画 或者是甚至改变成动画的情况下 我觉得动画先不提啊 动画可能争议比较多 但至少改变成漫画的情况下 我觉得都很符合 因为 如果是清小说的情况下 原本的封面就已经有角色形象 嗯 所以它在被完整的复制到漫画之后 我觉得 都都挺贴合的 原则上 没有让我失望的 那 但是 哦 要讲到但是 就是 但是我还是有听过 非常糟糕的案例 那它这个糟糕本身 其实不是 就是作品改编成不同媒体形式的糟糕 它这个糟糕是 个 算编剧 不是编剧 编辑 然后工作单位方面的糟糕 嗯 就是我以前看过一个南韩的漫画 然后它好像也是小说 小说改编的 嗯 那它本身的画风其实也很精致很好看 可是 就是我发现有一阵子 发现 诶它怎么停刊非常久 我就想说 嗯 它是不是要等待下一季啊 之类的 所以它可能要停个半年一年 然后还准备 结果我去搜才发现 嗯 对 以为它要再准备中 然后去搜我才发现就是 其实有蛮多读者讨论说 它停根是因为编辑部太垃圾 就是大家直接就是很明显的 明显的直接点出是编辑部的问题 嗯 它说是因为作画的这个作者本身 它其实是在怀孕的状态 嘿 然后它过去都没有脱稿的案件 嗯 就是它一直都是很准时交稿 可是因为它怀孕了 所以它希望可以沟通调整它的工作时数 嗯 比如说希望可以改成两周一更 或者是能够增加人手 就是你编辑部有办法充钱增加人手的话 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负担的起这样子 可是编辑部就是不管不问 编辑部就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就是 这周初稿 然后你为什么脱稿 就是一直重复的施压 然后也没有要协助就是作画的这个作者 任何的就是没有要提光好帮助都没有 嗯 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 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一个作画的作者 他就他就流产 哈 然后对 然后他流产之后就是 因为很真的很伤身 嗯 所以他说他真的没办法 他必须完全停根 然后休息 让自己休息 至少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嗯 然后当然心情上也会很受影响 嗯 所以后来就是这件事情 我是不知道怎么流出来的 但这件事情就是有被很多读者拿出来讨论 然后大家很生气的一点是就是 除了编辑那边完全没有体谅 也没有想要解决 就是想要解决就是问题 嗯 这个部分之外 还有一个是 就是大家去挖到说 那个负责这一个作品的编辑本身 嗯 就他自己好像也不会做什么事情 就是他没办法解决就是 没办法产出 或者是没办法协调沟通 就是拉长稿件的旗舰 这些他都没办法解决之外 他还自己疯狂的请假出国玩 就是 大家就超级生气 对 就是你整天出国玩 然后只用手机在那边推稿 就你只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整天在那边拍照 然后说自己去哪里玩很好玩 然后说 哦不然就是 我同事帮我代班啊 我不知道啊 就推给帮他代班的同事 就整天就只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超级超级生气 好烂喔 对 然后沿上到后来之后呢 反而 是这个就是 不幸流产的这个作画的作者 出来安抚大家 嗯 他就出来说 嗯他自己很喜欢这个作品 所以只要编辑部那边没有说要换人的话 他是愿意继续做的 就是他希望可以让他休息一阵子 就是把身体调养的OK 正常的情况下之后 他会想要再复更 嗯 就是接续 直接接续下去 对啊 人很好 我想说那你至少讲一下你想换编辑这个事吗 但他也没有直接讲 他就只是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很谢谢大家这么关心他 因为读者真的蛮关心他的感觉 嗯 就是他说很谢谢 然后希望大家就不要骂了 就是让他休息一阵子就好了 他会再回来 嗯 然后就这样 但坦白讲我看到这边我自己啦 只会更生气而已 真的 真的会 你看人家这么温柔 你看人家这么会做人 然后呢你只会出国玩跟逼人家 你还会做什么 超气的耶 垃圾 对超级超级不能理解 然后对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都是 至少看到的讨论都是在编辑这边 那就没有看到原作者啦 就是感觉他的这个合作形式像是 原作者签约给编辑部 然后他好像就没有怎么管 他就OK啊挺好的啊有产出啊 然后就就没有 因为他的确他本身也不需要接触到这一块啦 对 他可能可以去写自己下一部作品之类的 对 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 就是编辑部搞成这样 我觉得 有可能 所以 所以这边是没有带到讨论说小说原作的问题 对 结论就只有编辑你可以换一个人 你可以就放过这么好的一个作画的作家 真的是有没有遇到好编辑真的差很多欸 真的 因为我其实是我有朋友是在 就是我有不止一个朋友是真的在当漫画家 嗯 然后就有听他说过就是编辑的一些鬼故事 对 很可怕 而且是不是也不能随便换啊 就是如果真的很糟的话 好像不对 因为通常就是 因为现在日本出版社很多嘛 所以有时候一个漫画家不一定会只对一个出版社 嗯 但基本上你对那个出版社 大概就是对那个编辑 嗯 对就是如果真的是烂到 就是你会觉得 我以后不要接这个出版社的工作 没有申诉管道或者是 任何方法吗 好像我听到说好像不太 就是可能有 但是就是你要这样子的话 通常就会 就会把 就是场面会搞得很难看 嗯 对 就我是 就是因为最近有听啊 就在聊 然后就是觉得说 我就真的问他说 你要不要不要画这部了 之类的 惨 对啊 天哪 这真的是 抽签韵 坦白讲 对 对 遇人不属 虽然不是这样用的 但真的是遇人不属 对啊 真的是遇人不属 遇人不属没关系啊 太很好用了 虽然这个成语本身不是这样 但啊就遇人不属了 对啊 毕竟也是 也是对啊 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那个 对 好 非常惨烈 好啦 那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讨论的主题 对我们最后一个就是 算是关于改编作品 我们有没有看过觉得改的好 或是改的不好的作品 来分享一下 虽然前面其实有稍微分享一些 但现在就可以去分享一下 嗯 然后我讲好了 就我自己 我不太确定他算不算改编 就是他已经基本上是原创故事了 就是他是在这个故事架构下的 这原作架构下的原创故事 就是黑直视的第二季动画 嗯 对 你有看过吗 你觉得不好吗 我好像有看过 好像有 就是我觉得前面 前面还行就蛮有趣 就是因为他后来就多了另 多了另一个 另一个 另一个 呃 算是男二 对另一个主角 然后跟他的指示 就我那时候一开始觉得蛮有趣 但后面看到结局之后 就是会觉得说他的结局会让我 觉得就是真的要把它跟原作分开看 就他真的是要当成是一个额外的东西 就像有点像就是这样讲 就是他有点影响到我在看原作的心情 哦 对 就好这个我分享一下 就是黑直视本身这部作品 我是没有看原作漫画的 嗯 我是只有看动画 就是小时候看动画 不管是第一季还是 我记得我应该有看到第二季 因为画风我很喜欢 对 所以在只看动画的情况下 我是看不出来第二季是有什么问题的 嗯 就是单纯 就是把动画单纯的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 嗯 所以你写上来会想说 嗯不好吗 就是他做不好吗 嗯 就我是有疑惑啦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 因为我是有 我是先看原作的人 嗯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他感觉是因为很红 所以想要趁的就继续出第二季 嗯 因为是到前几年才终于出了就是黑子市原作的 就是接下来的动画 就是马戏团片 嗯 对啊 就是想说那时候可能是因为为了很红 因为我知道其实日本的 动画蛮长 因为很红 就会增加一些原创故事片 原创片 嗯 所以像《婚姻忍者》啊 我记得孩子的往来都有 就是是没有不行 但就是像黑子市这个就是对我来说 就会有点 因为他最后也有点 但我感觉就是契约到底要不要结束什么什么 就会觉得有点 生于死的 就那其实 他跟主线是会有影响是吧 对对 在我心中是有影响的 嗯 可以理解 这种我想到就是 死神你有看原作 有 那原作里面是不是没有 就是 斩破刀片 没有 哦 像这种也是属于动画原创是吧 对 但我觉得斩破刀片还好 我是就是比较像是他补充了很多东西 嗯 进去就是跟刀 因为其实斩破就是 原作的斩破刀大部分 大部分只有就是主角自己的刀 嗯 会有人形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如果为了补足这些东西还好 但是因为黑子市就是 他的结局会让我觉得有点冲突到 但我记得死神的比较偏向是中间一个过渡 嗯 对 我只是想讲我喜欢斩破刀片 哈哈哈 我觉得刀很可爱 我觉得刀门都很可爱 对 刀门都很可爱 对 刀很可爱 刚才讲到黑子市 我想到黑子市另外一个东西我也很不满 嗯 什么 就是那个黑子市的电影版 真人电影版 哦他还有真人电影 对 真人电影 然后我跟你说我真的超不满 因为光是宣教我就很不满 是谢儿是男生 就是 谢儿原作是男 就他 黑子市的真人版的 谢儿是女生去演的 看得出来是女生吗 欸 蛮明显的 应该说是 他是找小朋友吗 也没有他也 我记得他那时候也不是小朋友 但就是 女 大概应该十幾岁吧 但就是我对于这件事就觉得很不能接受 因为舞台剧的黑子市就真的是找小朋友来演 小男生 嗯 对 电影 其实我觉得 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女演员很红 然后可能就是想要找她演 是为了红 不行 我真的不行 对 会觉得应该也没那么缺演员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 尤其是说谢儿的年纪 我觉得你又不是说真的到很小 就是超级小朋友那种比较难找来 然后演这种很 比较重点的角色 就是也也没有 找个国中生来演 没有不行吧 对 欸坦白讲我现在搜黑子市真人版 嗯 就比起谢儿 我更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赛巴斯青的发型 怎么不像 我看像 啊啊 他是卷法对不对 对 完全没有要 终于原作的发型 就是我很疑惑 我非常的疑惑 为什么 因为那个演员 蛮常是那个发型 这 干我屁事 真的讲干我屁事 啊他演的 他演的是 射二次元本来就有 预定形象的东西 凭什么 对啊 就是这种我就不行 这种就是在我心中 就是归类在那个 长相不一样 这件事情 嗯 对 但我觉得梅林还蛮可爱的 就是那个 女仆 死神原来也有真人版啊 死神 哦 我只知道死神有舞台剧 死神真人版 我看了一眼 我也不是非常理解 因为就是 主要的女性角色 我就直接讲好 熊木露西亚 她的发型好像也不是原作的发型 嘿 就是 我 我不懂 哈哈哈 她的发型没有那么困难复制啊 她的发型 坦白讲直接剪都可以啊 真的耶 不是她连白摘 白摘的头发都可以弄了 为什么 露西亚不弄她 对啊为什么啊 我不懂欸 对耶 对耶你这样讲对耶 对 这不是选角的问题 就是 头发为什么 为什么要换发型 这个大概就是在我认为 不尊重原作的部分 哦我懂我懂我懂 对而且她又是这么容易复制的部分 她不是要砸钱 砸大钱去做动画的部分 对 对 评价 四不像 哈哈哈 直接有报道写 评价四不像 那我突然讲 《银魂》 《银魂》的真正版有伊丽莎白耶 诶 诶 到底有没有定存 好在意 我看到海豹 海豹都没有伊丽莎白耶 等一下 但等一下 但是坦白讲伊丽莎白没有那么难演 对啊 没有那么难复制出来 对 还要露出脚毛 嗯 不行我对路奇亚真的好不满 诶我可以理解 路奇亚真的不行欸 为什么 就蓝染白摘都有 然后连练刺那个红髮都有 路奇亚到底为什么不能够用她原本的发型 对啊没有 我觉得你说不能弄出那个蓬蓬的 就是她那个就是后面翘那几根的 最起码 不要绑起来嘛 就最起码不会是这么长头发啊 对啊 就 而且坦白讲 好啦你如果说她就是 额头前面那一根很长的很难 但 好没有那根你发型也不会长这样嘛 对 我不懂 没有她有留一根啊 她留一根留在很奇怪 那你也不是留在中间啊 虽然她本来发型我也不懂 对 我不懂 结论就是我不懂 没关系啊我摆在头发上那个东西我一直没有理解过 嗯 茶度的 也没有那么像欸 诶 那知姬呢 知姬 有知姬 没有看到我只看到茶度 知姬 嗯 没有看到蓝染蛮像的 嗯 有我看到 嗯 好啦 这样会害我很好奇 好我们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觉得不怎么样 时森的舞台剧的路线还长什么样子 嗯 假法的话应该 哦 舒服多了 哈哈哈哈哈 可以 肯定erved 不要懂我做造型是吗 就 我截图给你看 真的是 OK 舒服多了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突然变成对的 就是 嗯 真的是 欸我看到有人就是讨论死神 然后有人就有说神剑闯疆湖不错 就是那个劍兴议也不错 那 certo 然后这一部就算了 하죠 欸有人说啊对 亞人也不错 那這個我有看过 你有看过雅仁这个作品吗 我觉得我有听过 因为我可能以前看过一点 但我没有整个看完 所以我应该不是很熟悉 对 就是雅仁他的原作跟 我忘了他改变的是电影版 还是电视剧 但是我看过那个真人版 很很好 就真的很好 而且他的特效 就是他有动画特效的部分 也做的蛮好的 不过坦白讲啦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红利 就是他有一个优势是 雅仁他本身设定的种族跟 就是社会观 就是世界观 本身是容易复制的 他就是在日本社会就可以 然后就是黑发日本人就可以 或者是美国人之类的 所以 坦白讲他在化妆 或者是特效上面是有优势 不过真的复制很好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武打戏 跟对演员的身材要求 他都做得很好 推荐雅仁的部分 好 感觉很赞 有机会来看 对 不错 我记得Netflix之前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很期待一下 嗯 好 那在改编作品的分享 一学还有要分享的吗 哦 我先讲一个好了 就刚刚我不是 前面有提到那个 高点事与大小姐吗 嗯 我觉得查的时候 我很震惊耶 就是他 算说他好像有比较偏向是 会在一些电视台播 但是可能不是那么主流的电视台 就是可能不是那种什么月酒啊 就是那种 像台湾八电党那种存在 因为他只有四集而已 重点是他后来还出了电影版 所以是 就他的原作很夯还是什么原因吗 他的原作好像是在推测上出 就是应该那个作者好像原本是在推测上画 然后后来就是画到算是 一出来就蛮蛮有 就是蛮有 人气蛮高的 然后就突然是找他 嗯 之类 然后反正就后来就出了出 但我觉得很好奇的是 就是光是选角选成这样子 原作者真的没关系吗 他感觉好像 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 他可能是比较不在意的类型吧 就是可能觉得 就是也是蛮有趣的这样 对 因为我其实也算是可以理解 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没有那么在意 他只会开心 就是啊有改变 就蛮开心的 对 那就尊重他 就原作者 喜欢我觉得就可以理解啦 只是我自己可能就不会去看 就如果我真的觉得 啊太跳 太跳动 太出戏 我自己就不会去看这样子 怎么会出到电影版 呦 所以意外的 可能这个题材真的很受欢迎 有可能 但因为他感觉就是那种 比较温馨小品的故事 对 甜甜的 开心的故事之类的 对 就嗯 还还可以理解 对 嗯 OK 好啦 那在作品分享这边 就坦白讲我自己 其实 我没有特别列出什么作品 因为我前面有讲说 我看的就是青少说改变成 漫画的比较多 嗯 那我没有印象中看到非常糟糕的作品的印象 嗯 就是我的确有看过 可能我是先看原作是小说 然后我先看到漫画 然后才去查发现啊有小说 嗯 觉得不好 但是坦白讲 那个不好呢不是改编 是原作的故事就那样 就 you know 就 嗯 就对 这个就 嗯 就对 他就 嗯 就就是这样 所以 对 我个人对于这样就OK 就他一脉相承 对 大家都没错 大家开心就好 所以也不是批评 对 他没有不好 他 终于原作 他很终于原作 对 对 他终于原作 而且还有课群哦 不然怎么还可以翻 对不对 还可以改编 真的 对 单纯的就是 口味不合啦 所以 除了这样子的 就是少数个案之外 我觉得都蛮棒的 而且 其实这些年 近几年来 真的 小说改编漫画 动画 非常多 而且非常成功 就大家都看得到例子 所以 对 那些例子就是 很完美的展现出 他们 合作的挺好的 那以至于 之后会不会有真人版 那真人版会不会崩的部分 我就 算了吧 先不讨论 反正不会有 我喜欢的 可爱毛茸茸动物出现 就无所谓 如果有我喜欢的 可爱毛茸茸动物出现 然后把它做超丑 我就会有点在意 那你要先确认 哪一部有 可爱毛茸茸 然后 他有被尊 如果 间谍加久 他真人化 然后找了一只 鸡娃娃来演那只狗 的话我就会生气 这个应该不行吧 真的 应该会找那个吧 萨摩耶之类的 之类的 或是大白熊 大白熊群还蛮适合的 就比较短毛 对 但如果你就是 如此不终于援助到 你找一个博美来演的话 那我会有点生气 虽然都是白色蓬蓬的 嗯 对 像是蓬蓬的 就会有一种 嗯 你又不是银魂 如果你是银魂 你玩这个梗你可以 但你不是 对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间谍加久光是 漫画到动画 我就觉得做真的蛮不错的 嗯 就他很多画面都是 就是因为我是看漫画 而且我看漫画很多次 然后就我看到动画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这个画面真的是完全 那个分镜的感觉 完全就是漫画涌过去 就觉得 还表现得蛮好的 嗯 像这种我看到都觉得 啊 导演很有sense 真的 导演是真的有在看的 对 就觉得 哦这个画面 对就是长这样 对 对 他是真的有去 琢磨过那个原作 真的 认真的研究过的 真的 对 嗯 我觉得他应该 真人版的几率 个人觉得蛮高 我也觉得蛮高 就依照他的 对 依照他受欢迎程度 跟他的确算是 比较容易真人版 难度上比较低的 算我不确定 就是女主角的 就是 呃 不是我不是说 我说女主角的妈妈 妈妈的就是 杀人的技巧 这个 可能就需要一个 武术指导半年以上之类的 那两个都要飞起 对 但 嗯 坦白讲真人版 我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办法出狗 因为动物的 就是配合度 真的很难 所以 我觉得如果狗只是 感觉狗 就可能我觉得 真人版如果是一个 用一个事件 去演的话 搞不好有机会 嗯 就一个 不知道 有狗的话会吸引我去看 有狗的话我再救你去看 不可以自己娃娃 不可以是薄妹 好 拜托 至少是大型犬 然后不要是 至少是白色的 哦对 至少就是 好浅色 不一定要白色 米色也可以 至少是大型犬 突然想到有点尴尬 如果他找了黄金猎犬 那我要接受还是不接受 他没有很像 但他的确是浅色大型犬 所以我刚才想到 还是白色比较好 因为我知道有白色大支的 所以应该是 嗯 嗯 那就再看看 再看看 没关系 等有出来 我知道最近比较 比较大的 是 比较大作 算大作吗 就是要真人化 是那个 我推的孩子 哦 他要真人化 嗯 抱歉 我家的猫跳到我的桌上 哈哈哈哈 从高处降落 这个会吓到 抱歉吓到大家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在今天这个主题上面 应该目前是这样 对 非常谢谢 偷袭的投稿 恭喜你真的太棒了 请继续保持 谢谢 对 我们接下来几周 应该还有机会 再出现偷袭的投稿 对 是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咯 我是班 我是医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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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